南千友好玩 万无有情 神明天使得 大愿你与你做梦子 神明天使得 大愿你与你做梦子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 红法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常演唱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手相信是一副事 射离子是竹发空香 不生不灭不高不尽不增不见 世故 空中无色 无少相信是一副事 无言而闭上生命 无色深香味出发 无言间乃至无一世间 无明亦无明晴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情 无苦击灭到 无痴灵无得 作曲 李宗盛 无恶无恨 内心轻轻却尘了 超过无边而去满目 速到菩提交进了 各位听到最大声的是鼓的声音 大鼓 小鼓 还是要解释一下 这个鼓是牛皮做的 那为什么要敲牛皮 让所有的牛啊 四肢脚的羊啊 狗啊 猫啊 长颈鹿啊 通通超度 要了解吗 鼓的意思 这个鼓就是消除贪心 变成菩提心 贪心是最强的 但是把最强的贪心 可以变成一种愿为众生成佛的菩提心 就是转的意思啊 所以用这个菩提心来供养诸佛 然后也让所有的动物超度啊 离苦啊 所以每一个法器 每一个法器 来 木鱼敲一下 这个木鱼代表什么 所有的鱼 海鲜 龙虾 螃蟹超度 而且 木鱼 这一只鱼 肚子被剖开 为什么 因为他救了一个孝顺的小孩 在他肚子里面 然后这一只鱼就故意游到渔船旁边 让人家抓到这只鱼 他为了救这个小孩子 为了把他肚子的肉 给小孩子去救他 孝顺 他要孝顺他妈妈 哇 这只鱼太伟大 所以我各位到每个寺庙 特别大陆的寺庙 都有一只大龙鱼肚子剖开 我们把它做成木鱼 敲出来是它肚子的声音 就是希望大家都不要有伤害 称恨心 不要生气 并且还要有无惩无生气的大悲心 所以我们念经的时候 扣扣扣扣扣扣扣 你不管你再会念经 你没有慈悲心念经没有用 要跟着慈悲心念经 念经要给众生的 就像医生发明药 不是要申请专利发财的 现在社会变了 我们发明什么最好的 都是要无私的 甚至用自己的生命奉献 愿对方得到这个药 得到快乐 所以我们在敲法器 一定要记着这个 这个叫修行 如果你法器很会敲 敲了可以去赚钱了 这叫敢金颤 却没有一点悲心 那这个唱出来 你再会唱超度不了众生 别人听了也不高兴 天神听了还生气 你唱得好听都没用 但是那有些人说 那我为什么唱得不好听 因为你常骂人 所以你当然唱得不好听 唱这个要有悲心的 唱这个要为对方想的 那你自然念也好 唱也好 讲也好 都会让别人接受 都会超度众生的 会改变世界的 所以我想各位 我们如果谈到修行 各位就要开始 等一下改变一切 但是你要帮助一切 要不要改变你自己 心态要检讨 你比较嫉妒 你比较孤僻 你比较怀疑 你比较臭屁 这样 有些人就是爱面子 那这些心态 是你生命的毒啊 你要改变 那透过 透过拜佛 为什么要拜 忏悔 消除骄傲 很多人都很喜欢 我赢过你 我不能输过你 我要怎么样 打肿脸充胖子 要赢过别人 那这个就是生命的毒素 你会伤害到你自己 做一个皇帝 不是我比你大 做一个皇帝是 我要承担 所有老百姓的痛苦 老百姓没饭吃 我不吃饭 就像一个船长 没有人 只要船难 所有人都离开这艘船了 我才要离开 哪怕 无论如何 我要死在这个船上 照顾他们 所有人离开了 我才离开 因为他是船长 除了要带领大家 一个正确的方向 还要救所有船上 不能说我是船长 我自己保留一个船艇 快船了我赶快飞 那全部人都会骂你 所以我想每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上 你要做一个真正的王 那是你要真心的去慈悲 而不是自私自利 所以要想办法 牺牲自己 所以这个就是佛教的 悲心的观念 也叫 无我 只有众生 你要开始训练自己 而不是说 比赛 看谁做得多 看谁爬得快 那这样以后变成 踏在别人的头上走 所以我们出家人 为什么把 这个头发离掉啊 这是一种消除骄傲 我们出家 是要奉献 把别人众生都当做爸爸妈妈 包含着小蚂蚁 所以今天要 请各位中午吃素啦 那 慈悲的人 在吃肉就不慈悲 这样 就像 左手拿着炼猪 右手拿着枪 这样 讲慈悲心 世界和平 肉好吃 那讲人的呢 因为 佛教一直讲 众生 众生 不能一直讲 人人人 众生是所有生命 包括天上的神 包括佛也是一个众生 他已经觉悟的众生叫佛 地狱也是个众生 强奸你的男人也是个众生 没有恨 他今天偷我的钱骗我 是因为他自己缺钱 无名 业障重 可能吸毒 好可怜啊 所以 我要帮助他 所以 而不是说 我看不起他 当一个人看不起对方的时候 就像一个爸爸妈妈 小孩子颠颠倒倒 吵来吵去 正常 因为他是小孩子 不然呢 他感冒躺在那边 那更可怕 所以 那你会爱他 你不会舍弃他 当然有些爸爸妈妈 会脾气不好 但是 小孩子是你修行也最好的对象 跟父母一样 爸爸妈妈老了 不要吃饭 要帮他喂啊 喂饭啊 帮他按摩啊 帮他擦身体啊 现在大概不这么做了 有钱请外劳 你替我孝顺 那观念就改变了 但是如果你是亲自去照顾人 那当然又不一样 所以我们 谈到佛法 那就是一种了解的方法 所以中国人叫开悟 开悟 开悟什么 哇原来 所有人都是我的恩人 原来我不应该用生气 用自食的心态 去对待别人 这叫开悟 包括一个小偷到你家来偷东西 你都想要对他很好 他好可怜 他一定也做过我儿子啊 做过我兄弟姐妹啊 只是他很穷 本来这个小偷身上哪一只刀子 如果那对方 如果一反抗 我为了怕被抓 我只好杀掉他 但是因为你改变了一个念头 小偷来 你保持安静 不要去惊吓到他 甚至你还准备了一些钱 就给他 这个小偷就这样过去了 他心里还想说 这家主人还不错 不然他刀子拿出来 所以一个念头 本来要发生命案了 结果呢 就变成一个解散员 你也损失一点点 但是本来是你欠他的 各位永远要相信 这个人骂你一句话 一定你过去骂他一句话 这个世间没有意外巧合 任何的事情 没有 一切都是因言果报 要相信就很困难 你要相信很困难 但是所以你要相信佛的 佛说 发生了任何一件事情 今天你拿花 掉在地上 这有一段因缘的 就像各位你在吃饭 突然那个饭 掉了很多在桌子上 我们佛教不减的 为什么啊 不是浪费 哎呀 忘了给众生吃啊 今天你拿一碗汤要喝 一天对他就 哎呀 孤魂野鬼 乃是祖先没得吃啊 你马上想到这个 所以赶快把它整理好 给他们吃 这样 因为你想的是众生 不是光人 今天你吃的饼干 掉一些在地上 护法神加持你 你家外面的蟑螂蚂 也没得吃啊 所以你要把那个捡起来 拿去外面 所以因为你心态改变了 所以各位在 我要讲修行 什么叫修行 来用佛的思想 不用自己的想法 很多人跟我说 师父我我我 不要再谈我了 我很痛苦呢 你你你你 再谈你你会气死 我我你你 这叫是是非非 所以佛教里面讲 无我 对方怎么样 我要 这个是 对方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一切一切都是为了别人 所以各位你要告诉你的儿子 你要做医生 你要考做贸易家 你要做政治家 通话不是 我要成功 这个思想还是自私的 你考第一名 有人就考比你差 所以你做什么 都是为了别人的 服务众生的 那这样可以 这个叫修行 没有修行以前 是我要做高的 修行以后 我排在最后面 就像地藏菩萨 就像观音菩萨说 观音菩萨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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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